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零分到一百分会很瞬间的这样爆炸的孩子都有 跟这些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需要很大的耐心哦 有一个问题啊 我很好奇 因为像我们都在讲说所谓的融合课程 就是把这些孩子呢分配到一般的正常班级当中 学校就没有所谓的特教班或资源班吗 不是这样的 就是学校还是会有特教班跟资源班 那特教班的孩子是比较重度的孩子 所以他们会全天都在特教班里面 资源班的孩子是比较轻度的孩子 那他们平常上课的时候会在普通班 然后只有在比如说过于数学课 学习障碍的孩子会来上课 早自喜跟午休自闭症的孩子 还有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 会来增加他们的情绪控管能力啊 社会技巧啊 或者是专注力等等 杨阳老师从事特教多久的时间 八年 毕业之后开始到现在 你为什么会想要从事特教老师呢 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及 就是我跟特教有两段姻缘 第一段姻缘是在国小的时候我当志工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跟我一样12岁的男孩 然后他坐着轮椅歪着头不能说话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心被触动了 就觉得我的世界好渺小 原来世界是这么的宽广 那是第一段姻缘 然后第二段姻缘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有带英文夏令营队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过动人的孩子 叫William 那他平常都很认真练习剧本 然后准备最后一天要上台演出 给家长们看 给自己的爸爸看 没想到最后一天因为人太多 他就雀场忘词了 爸爸在台家看就觉得很生气啊 觉得要是让自己很丢脸 他就愤而起身离席 William就愣在台上 我就赶快跑上台去跟他讲说 老师知道你是最棒 因为平常都很认真 你只要拿出平常的样子 你就是最好的 才恍然回过神 然后赶快把台词背完 然后赶快下台去攻 然后那是第二次我觉得 好像除了对特教我有兴趣之外 我好像也有一些能力 能够帮助这些孩子 所以从那个时候 高中生大学 我就全部都填特教系的大学 就是从北台湾填到南台湾 全部填特教系 其实也是蛮特别的 我觉得人生当中啊 你就是要经历一些特别的历程 就会给你不同的感动 其实呢 以前我对于脑麻的患者 没有那么直觉的认知 每次看他们在滚地球的时候啊 我都会觉得 丢球这件事情 你随便丢就算小朋友 可能都已经两公尺远了 可是为什么会在你的眼前呢 当我直接去当志工的时候啊 看到那一幕 我真的震惊的说不出话 他真的很用力 想要把这一球投好 可是他投出去的力量 可能已经超出了这个界线 或者是说 他真的只能掉落在他眼前的时候 那一种震撼感 是我说不出来的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发现了说 这些家长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呢 在学校里面啊 你们这些老师要去付出 对于这些孩子的关注 也要特别的 多 嗯 很不容易耶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杨阳老师也用了很多的故事 来跟大家做分享 今天呢 志员在节目当中 也会挑三则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我们想要聊聊的 就是云朵男孩 这一个云朵男孩的副标呢 就是等待妈妈的爱 云朵男孩呢 平常就是轻轻揉揉的 蚊子病病的 但是一旦变成乌云的时候啊 就会下几狂风暴雨 在书中里面啊 杨阳老师有提到 母亲这个词呢 就会变成是她乌云的开关 因为她就是由姑姑和奶奶带长大 爸爸妈妈离婚 然后两个人都不愿意抚养这位小孩 所以她一直觉得 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所以妈妈才不要她的 所以在她的成长历程当中啊 母亲是缺席的 对 你怎么样去陪伴这个孩子呢 让她找到她自己 那时候就跟他们讲了一个绘本的故事 然后那个绘本的故事是爱心树 那她的故事是这样 就是有一棵树 她本来跟小男孩很要好 只是小男孩渐渐长大了 就离开了这棵树 唯一只有在可能她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回来啊 跟这棵树索取她的苹果 她的树枝 她的树干等 拿去卖钱 树就什么都没有剩下 只剩下一个哀哀的树干 结果最后那个男孩很老很老了 然后才回到树的旁边 然后陪她知道永远 那时候我就问小朋友说 就是你们觉得男孩爱这棵树吗 那有些人就觉得不爱啊 他就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回来 然后我就说可是他最后他没有任何需求的时候 他也是回来树身边 那你们觉得呢 然后小朋友就开始思考 经过一连串讨论之后 最后那个运渐长男孩悄悄的对我说 他觉得妈妈离开他 说不定不是因为不爱他了 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像那个小男孩离开树 不见得是因为他不爱树 而是因为那个阶段 他有更重要的人生的事情要做 运渐长男孩因为这个故事 有了一些对他自己生命的连结 好像比较释怀的这一部分 所以啊 我觉得绘本故事真的很重要 阅读与艺术啊 其实都蛮适合用来抚慰人心的 而且你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共感 你怎么样去让他可以再讲更多呢 我觉得这个是引导的过程 从书中的不同的角度去提问 他们有些想法之后 会带他们再来做一些艺术的表现 比如说配合爱心树的那个艺术 就是在书里面也有提到 我让他们用每一片叶子 代表来自不同的爱 那他可能没有妈妈的爱 那他没有绿色的叶子 当他做出来这个爱心树之后 他发现他生命中 还是有许多其他人爱他的 就算没有绿色的叶子也没有关系 里面呢 杨昂老师写到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哦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故事里面呢 也提到了他跟姑姑跟奶奶的一些相处 其实到后面呢 奶奶也离开了吗 对 姑姑也就带着这个云朵男孩 一起来上老师的课 对因为奶奶就是姑姑的妈妈 那当然他离开了 姑姑也会很伤心 姑姑那时候不知道可以依赖谁 所以他就选择就是来 送云朵男孩来上课的时候 顺便可能跟我需要一些温暖这样 那我刚好也准备了一堂课 就是帮他们上课 就是我带他们看 有一篇叫做云上的阿里 有一只小羊 他过世了 那他从天堂在看着那个地上的妈妈 妈妈就想起来 妈妈那时候非常的沮丧吧 因为小孩过世了 然后就一直好不起来 然后小羊很担心 但后来妈妈想起 他跟小羊的回忆 他就是要织一件毛衣给他 本来在云上排队的那些羊群 只要过了河 身上的东西都会脱落 都会消失 然后变成天使 可以走 那那只小羊 虽然他身上穿好了 妈妈织给他的毛衣 他过河之后 那件毛衣却没有消失 然后这时候小朋友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毛衣没有消失 其他人东西都消失啊 然后我就问 对啊为什么 然后就运朵男孩 那时候看到之后 他就说 因为那件毛衣是妈妈给他的爱 而爱是不会消失的 就他可以讲出这么成熟的话 然后就是在补充说 没错 只有爱是可以穿越时空 超越死亡 永远存在的 所以那件毛衣才没有消失 这个寓意对孩子来说比较深刻 那那个圆朵姑姑在旁边听 他当然也听懂 他就觉得安慰到他许多 对 我觉得你非常的用心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在ICU的病房当中 才会听到他们在提四道人生 可是你藉由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把道歉 道谢 道爱 道别 这四道人生 融入课程当中 也让他们透过学习的过程 去了解 我觉得真的很用心 所以你对这些孩子 有不一样的看待吗 还是你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 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定义 他们是特殊生 他们是普通生 他们是一般生 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觉得你蛮用心的 因为毕竟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花比较多的心力 因为他们的确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我们必须要去关注 即使身体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形 只要能克服掉他的这些状况 他跟一半生并没有什么两样 第二则故事 就是我们要来聊聊向日葵南海 我看到这个向日葵南海 我原本想说这个男生是不是很阳光 其实后来才发现说 这是老师给他的错号 然后老师引导他走向阳光 一半一半吧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暖男 就是向日葵南海 其实他的障碍类别是叫做自闭症 大家都会以为自闭症 不喜欢跟人家互动 然后很冷漠这样 但其实不是 这只是翻译问题 他其实也很喜欢跟别人互动 然后也有他温暖的一面 他只是不善于表达他的情感 那我就用了一些桌游 以及一些就是文学表达的引导 然后让他说出他自己 对妈妈心中的感情 然后还有他跟妹妹的相处 跟妈妈的互动 引导成为一篇小小的作文 他是觉得妈妈很像稻草人 他跟妹妹就很像围绕在 稻草人身边的太阳花 就像日葵绕着他转 他们生活的很温暖 然后很快乐这样子 陪孩子疏离表达这件事情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自己也访问过一些 自闭症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的情感很丰沛 他们可以透过文字书写 但是在表达上面 其实他们是很欠缺的 他们可能有这个想法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或者是说 他可能表达出来了 但是就不到位 词不达意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老师要去引导他们 让他们讲出内心的感受 这个好难哦 所以你是一步一步的去调整吗 对 因为我会搭配一些矫距 他们通常是视觉看到的 会吸收的比较好 所以我就有用一套桌游 叫做妙语说书人 里面就有很多图卡 可以让他去选择自己喜欢的 也有用一些情绪的图卡 来带领他 然后那些情绪图卡上面会标注 有这个情绪的时候表情会是怎么样 然后会说什么样的话 然后大概温度计在几格 代表情绪的严重程度 类似这样子 也让孩子呢 可以很明白的去表达他的五感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哦 所以呢 孩子就会问说 老师 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写作文哦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好棒哦 杨阳老师好温暖哦 让这些孩子呢 有了期待 对 他们平常其实不喜欢写作业 但是作文课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以前呢 好多同学都不喜欢写作文 我都觉得作文天马星空哦 但是呢 我觉得老师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啊 让这些孩子爱上写作 虽然可能还是好愿写功课啦 但是在作文课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嗯 相信呢 这样美好的成功经验呢 一定会在孩子的心中发芽 那我们最后一则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 就是玻璃南海 我们讲到玻璃南海的时候啊 就会想说 是不是这个南海比较玻璃心 对啊 可以形容玻璃心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他的纯粹跟他的透明 他是一个蛮在乎公平正义的小朋友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除了心思比较细腻以外 他也比较公正而透明 我觉得 所以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想法跟理解 对 像比如说 我请孩子们 就是我跟他们说 哎 要下课了 我们要来加分了 那通常一般孩子听到要加分了 就要赶快把联络簿拿出来 因为老师要盖章 但除了玻璃南海以外 其他人所有的人都没有动作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是没有专心听吗 那我又再说了一次 我们要加分咯 然后他们还是没有动作 玻璃南海就赶快说 哎 老师说要加分了 赶快把联络簿拿出来 要盖章了 他们这时候才 哎 如梦初行 然后赶快把联络簿拿出来 我才发现 哦 原来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是间接的指令 我没有直接讲出 拿出联络簿 我是讲说要加分了 所以他们没有连接到 加分就是要盖章 盖章就是要拿出联络簿 反而需要玻璃南海 去帮我翻译 这样子的认知落差 所以我才会觉得 他非常细腻 嗯 所以他成为你们沟通的桥梁 对 因为那是我刚开始当老师 我也还不知道 原来小朋友会有这样子 不晓得间接指令的状况 谢谢他的翻译 让我往后都知道 更怎么样可以跟小朋友沟通 老师在书中里面 也有提到了一则故事 就是小男孩他在跟低年级的学生 有一些拉扯状况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嗯 就是他那时候 事先被同学嘲笑 他的书包很脏很久 玻璃南海是一个蛮孝顺的男孩 所以当亲戚给了二手货给他的时候 他都不会嫌弃说 这个书包不酷不炫 然后就是只是甘心 就是收下 然后拿来用 那结果这么孝顺的表现 却沦为同学耻笑的把柄 我会觉得很不舍 当然很生气 他就在走廊上追逐同学 想要打同学 就撞到了低年级的小朋友 就被叫到了学务处 生交主张当然就是骂他说 你怎么可以撞到别人 在走廊上奔跑 不是都一直在宣导不能奔跑吗 要请他跟小朋友道歉 那他一开始都是很防备 很冷漠 很疏离的姿态 然后直到我帮他说话 我说说 可是前面其实也有小朋友 先嘲笑他 他才会追打别人的 所以那些小朋友做错事 都没有被处罚 都没有被看见 玻璃男孩前面忍了那么久 结果反而最后 只有他被责罚 这样好像也不太公平 就我们也要看到 玻璃男孩前面的努力啊 他这时候才潸染泪下 然后就才开始 微微道了 他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先同力孩子 让孩子觉得是被支持的 比较才能够 开始去处理他们的情绪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要让孩子 得到所谓的公平对待 因为他会觉得 他自己是受害人啊 我只是正当防卫 正当的反击啊 对 所以呢老师也设计了一个 叫道歉角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道歉角就是 它有三个图片 然后中间有箭头穿插 第一个图片就是道歉 然后第二个是补偿 第三个是 下次改变 请求原谅 就这里面融合了一些 转型正义的理念在里面 比如说转型正义是 比较主张说 除了要加害人道歉之外 也要给那个加害人一些 就是补偿的机会 请求可以跟那个 被害者和解这样子 当玻璃呢 还跟他的同学有冲突的时候 我就会把他们 就带进我的教室 然后让他们去执行 这个道歉的议事 那道歉议事处理下来 就是双方都会得到 比较舒缓 比较和平的方法解决之后 他们这类型的问题 就会比较少 有些时候呢 我们要先处理情绪 再处理人 所以老师在教导 他们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点很棒 比方说呢 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 老师反而会先让 另外一方先讲 让玻璃男孩呢 先稍微冷静以后 听完他的述说再表达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在让孩子学习 怎么样先处理情绪 再去处理事情 对 我会先计时一分钟 让玻璃男孩先冷静一下 别人先讲 讲完之后再换他补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老师 对于孩子的用心 的确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资源班的学生 他们的确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呢 这些不一样又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可以挖掘 他们的差异性跟特别性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 独特有特点的小孩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 老师对于孩子的热忱 所以呢 如果今天老师 用一句话来鼓励你 带的这些学生的话 老师会说什么呢 他们普遍上来说 都会知道 自己是资源班的 孩子都会比较自卑 所以我都会鼓励他们说 就是你们虽然 可能在功课方面 表现不好 某方面表现不好 但你们还是有 你们的专场 你们的亮点 老师的工作 就是要带他们看到 自己值得的一面 是 那今天访问的最够呢 又要老师写了一句话 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许特殊生这个标签 并非绝对 也适得其所 特殊也能转化为特别 那希望呢 让所有家里 有特别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他们 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所长 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了杨阳老师 来跟我们做分享 分享到了不一样的生命故事 也让我们知道了说 哇 原来学校的资源班老师 是这样子在陪伴孩子的 谢谢杨阳老师 谢谢 谢谢资源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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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